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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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字幕志愿者 不是我也不先知 是幻莎上街的时候 她发现有人跟踪你们 她觉得应该会对你们不利 所以跑来告诉我 我想来想去 应该是霍王妃为了此差而来 就暗中跟着你们启程 果然在路上出事了 原来如此 你不是前几天跟着皇上回上都了吗 那幻莎怎么去告诉你呢 对啊 幻莎是在路上把我拦下来的 皇上是我舅舅 自幼就疼我 我又没有关接在身 我就跟他说我要到东部游历 他当然不会反对 那你明天就要回东都了 反正如今也离开了 未免霍王妃再起歹意 我还是跟着你们去上都吧 那你还要游历吗 霍小玉 你非得打破沙锅问到底吗 我 我就是随便一问嘛 你自己说要去游历的 大连兄 你是天子护来不上船 真是快活似神仙啊 君渝 其实我羡慕你才是 我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君渝文章满天下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喝酒 喝酒 我敬你啊 多谢你的救命尊 男子汉大尚夫 不要那么小气嘛 我早就让你不喜欢就不问了呗 喝嘛 我不喜欢的 你就不会做吗 当然啊 来 喝酒 好吧 原谅你了 来 干杯 干杯 蓝蓝兄 干杯 那蓝公子 是你啊 我还当是谁呢 笛子吹得不错嘛 取声悠扬 不过白转回肠的哦 是吗 怎么了 应该是我问你怎么了才对啊 自从审完紫禅案之后 你整个人就心事重重的样子 好像身世不明的人倒是你 你怎么了 我又问错了 那我不问了 下雨了 我回去睡觉了 小玉 你到底是装傻还是真傻呢 为何你的意思 我一点就明白 我的意思 怎么点你都不会明白 你什么意思啊 你又没说 我怎么明白啊 好 那我问你啊 我们喝酒的时候 你说过的话 是当真吗 我说过什么话 你说过 我不喜欢的事情 你不会做 是真的吗 哦 那当然是真的了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好 你要记住你今晚说的话 如果做不到的话 可是要受惩罚的 惩罚 那 那我又没失信于你 如果发生了 你再惩罚吧 随便罚 我困了 晚安 你这就叫已经说过了 笨蛋就是笨蛋 一点小玩意儿 不成敬意 别嫌弃 怎么会呢 都谢小玉了 不用谢 对了 你们俩见多识广 可曾见过这样的半块玉佩 怎么只有半块 看着还挺眼熟 算是在哪里见过 对啊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小玉 你是怎么得来她的 这半块玉 小姐 不是跟你身上的 一模一样吗 别胡说 对啊 就是在你那里见过 姐姐 原来你也有一块 快点拿出来啊 会不会是一对呢 快拿出来啊姐姐 果然是一对 果然是一对 原来你就是 李红艳让你为她寻找女儿是吧 你知道她呀 你就别再为她做无用的事情了 自从她当年弃我而去 从那天起 我就跟她毫无瓜葛 恩断义绝 你可知道她在到处找你呢 我知道她在落眼了 但是我不会跟她相认的 姐姐 你真的是当年 冥想天下的诗姬 李红艳的女儿吗 一奴 天下无不适之父母 她很思念你呢 要不是当年 她抛夫妻女 跟随情夫离我而去 我的亲生父亲 怎么会把我卖到青楼去 如今 她想起有我这个女儿了 想回来认我 凭什么 她有养过我吗 其实 她现在已经悔不当初 所以 才顿入空门 做了倒孤呢 还不是野门娼妓 小玉 你就不要再网做小人 拿回去 还给她 小姐 你告诉她 让她先回去吧 今天我们姐妹聚会 没空见她 是 她是谁啊 谁是她 反正 你们早晚会知道 不如现在就告诉你们 她是 唯博文 连她都成了姐姐的 入木之兵了 不过易农 你不担心 扬言她会发现吗 我哪有那么笨啊 你们放心吧 我杜易农 虽然出身卑贱 但心比天高 终有一天 我会成为人中龙凤 我要证明给她看 抛弃我 是一件多么让她后悔的事 吃果子吧 大人 大人 先吃果子吧 我什么都不吃 就吃你 我不依 你犯了一个错 要罚 你看 怎么样 亏你想得出来 爹 孩儿不孝 让您挂念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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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高仲啊 是一件光要门庭的事 爹 高兴还来不及呢 李家上下 都以你为荣 咱们今天好好聊聊 来来来 爹 请喝茶 好好好 军医啊 爹听到一个传言 说你和紫檀店的霍小玉 过往密切 有没有这事啊 孩儿不敢隐瞒爹 孩儿此次能去洛杨复考 霍小玉功不可没 她轻易脱俗 又既免过人 琴琪说话 无意不通晓 真是孩儿身平 谨鉴的琪女子 看来你对她赞不绝口 你们俩是不是已经 孩儿和小玉情投意合 孩儿也曾 也曾向霍家提亲 只是小玉顾及孩儿的前程 才没有答应 看来霍小玉 也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啊 况且她还帮了不少忙 虽然爹没有见过她 听你这么一说啊 爹还蛮喜欢她的啊 爹 那赶日还是带小玉来拜访您 没 你忘了你娘了 你娘啊 恐怕未必能答应这件事 不过呢 我觉得你和霍小玉交朋友 肯定是没问题的 如果要是谈婚论嫁 得你娘同意才行啊 这样吧 等我们回乡祭祖的时候 你和你娘当面说清楚 孩儿请尊爹的吩咐 子瑞这次前来 不知道所为何事啊 公主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这里没有外人 你但说无妨 我想请公主能够履行婚约 让冬儿跟小玉能够共结连礼 慈瑞 为什么突然间救世重体啊 公主 难道你想毁婚吗 倒也不是 我只是奇怪 小玉不是跟君渝 一见倾心了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又 公主 难道你忘了霍王的本性吗 那天我在洛阳 重遇霍王妃 她因为无儿无女 曾经向我提议 让小玉能够认祖归宗 这件事情 我其实还没有答应 因为让小玉回复本性 就表示她要跟随霍王姓礼 照我们大唐的律例 同性是不能够通婚的 为避免两家招来牢狱之灾 君渝跟小玉的婚事 是没有指望的了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 可是冬儿跟君渝 是八败之交 要是冬儿成亲的话 会背负不仁之名 这事恐怕有点为难吧 公主 可是冬儿跟小玉 早已凭子差定下婚约 公主 你何不去 先跟冬儿探听下口风 看她是不是钟情于小玉 至于小玉那面 我有办法 让她跟君渝分开的 其他的事情 一切都好办了 你说的倒是个办法 谢谢公主 那我先走了 这匹马是我先下的定机 你凭什么拉走啊 这位大爷 这匹马确实是 这位小姐先选中的 说什么呢 本大爷相中了这马 那就是我的 稍怪鞋事 是是是 慢着 闪开闪开 别挡路 大胆 你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 她是谁 我看看 我怎么看像我家小老婆呀 你们给我听好了 她可是当今御史大夫 卢起卢大人的千金 那你知道 本大爷我是谁吗 知道 你就是 势强凌弱 欺负弱小的恶棍无赖 你 你找此事吧 我告诉你 本大爷我是 当今力不侍郎 扬言扬大人的门生 你说是就是了吗 腰牌在此 你看清楚了 我偏偏不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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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兰大哥 你是谁啊 我也是杨大人的门生 既然大家都是杨大人的门生 我就给你个面子 咱们公平较量 我和这姑娘一对一 谁打赢了 这匹马就是谁的 怎么样姑娘 敢不敢呢 我 既然都是同袍 打架多俗气 传到杨大人那里 大人可要动气了 不如换个笔法 换个什么笔法啊 就笔材质吧 我问个问题 谁答对了 就把马牵走 好 说吧 有一匹马 向南走了五步 再向北走了八步 又向西跑了十步 这匹马的尾巴 是朝哪个方向啊 过来 过来 姑娘 要不你先回答 这马的尾巴呀 永远是朝下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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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归你了 多谢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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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那蓝大哥仗也相助 多谢 多谢 就是啊 举手之劳 合足挂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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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公果然非凡 而且意境深远 难怪天下名士 都争着想要持有 杨侍郎的画作 你呀 就带着这幅画作 前去宁国公主府拜会 答谢那蓝公子的见义勇为 爹 你不是说这那蓝公子 无权又无势 但是要不要结交这个朋友吗 现在怎么又改变初衷了 此一时彼一时 你还记得元宵灯会吗 记得啊 皇上称赞那蓝公子 还赏赐了黄袍给他 这不就是了吗 近来啊 他还陪着盛驾 前去洛阳殿市 可见得皇上对他 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爹 原来你是屈颜覆市之辈啊 为官之道 免不了要见机行事 否则如何自保 再说 纳兰救你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们礼多人不怪 你去跟他们打个交道 又有何不可啊 嗯 女儿知道了 泛阳路静兰拜见公主 起来吧 你就是御史大人 卢启的掌上明珠 嗯 之前在马市 多亏纳兰公子仗义相助 竟然今日才冒昧登门大谢 哦 原来有这样的事啊 哼 我家冬儿 最喜欢多管闲事 可是他今天不在家呀 那我就先将礼物奉上 啊 啊 是字画 啊 肯定是出自明家之手 嗯 是杨炎的秋山血液图 本宫家里 不适合挂杨炎的字画 请卢小姐把它拿走吧 公主 你是不喜欢杨炎的话 还是不喜欢他的人 想当年安史之乱 令先祖卢义公 刚正不恶 不畏强权 力斥叛贼而遭杀害 你父亲卢起 才得以席位 想不到如今 他却攀附杨炎这等奸臣 真是令人唏嘘难过 公主您言重了 本宫见你有祖父风范 才在你面前 批评你爹 可惜了卢义公的 蒸蒸风骨 子不论复过 不过公主说的也是 父亲向扬言靠拢 也是事实 竟然无话可说 如今扬言全清朝野 或许 父亲是有难言之意 才会忍辱负重 不愧是卢起的好女儿 不愧是卢起的好女儿 不卑不亢 也很有情操 公主见笑了 来 陪我喝茶吃点心 你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只有我一个女儿 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你爹 是不是很疼你啊 疼得是有些过分了 不过宁国公主 应该也听过一些流言蜚语吧 说我不是我爹亲生的 因为我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外面的那些流言蜚语 好孩子你别放在心上 老实说 只要你爹对你好 是不是亲生的重要吗 我爹也是这么说的呀 不是 我爹是说 我确实是他亲生的 不是外面抱回来的孩子 不过还好 我爹对外面那些流言蜚语 从不介怀 我常常告诉我爹 无论如何 我都要扮他终老 想不到 人长得漂亮 又有气质 又聪明 又讨人喜欢 心肠还那么好 你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 该多好 要是我真的要你做我的干女儿 你会答应吗 公主如此厚爱 近来受宠若惊 只是 只是什么呀 只是父亲听闻 公主的公子威武过人 想招他为女婿入赘我家 要是我做了公主的干女儿 那父亲的心愿岂不是要落空 有这样的事啊 那 其实你做我儿媳妇也不错呀 本宫很喜欢你 好 等一下吃完点心 本宫带你进去 我一定好好挑份礼物 送给你 多谢公主 两位麻烦通船医生 紫檀店霍小玉求见你们卢小姐 我们家老爷说了 小姐今天一概不见外客 你不就是个开门的吗 你好歹也进去通船一声啊 说不定你家小姐一听 还不当我们家小姐是外人呢 哪像是监惯市面的长安明歌姬啊 就是 你说什么 华尚 你看什么 回来 华尚 靖兰家的狗 我们也要对人家礼让一些 懂吗 你说什么 走 小玉 靖兰 卢小姐 我们俩给你送洛阳土产 你们家家丁啊 却不通船 人家可是一帆心意 为什么不接过 是不是怠慢贵客了 讨打 这是老爷吩咐的 对不起 我们也没办法 没有的是了 是我想亲自把礼物交给你 不要打打 谢谢小玉 平儿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拿进去 小玉的礼物收好 宁国公主的礼物呈给爹 我去小玉家聊聊天 去去就会 好 走吧 靖兰 你说了那么半天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你和纳兰公子多么的有缘 对吧 是啊 所以我爹也是这么想的 才要我去公主府答谢 哦 这么说 卢大人也对纳兰公子十分满意咯 你先别笑我了 我跟你说 刚才宁国公主一看到我 就拉着我问东问西的 还问我喜欢什么东西 你说 她这是什么道理啊 你个笨蛋呢 这还有什么道理 就是婆婆见了儿媳妇 非常喜欢啦 哎呀你讨厌小玉 你还许笑吗 别笑了 不许笑啊 人家实话实说嘛 你说 纳兰公子为人正直吗 正直啊 性情好爽不 好爽 嗯 而且门底家事都跟你很匹配 嗯 也就是长得 还凑合 那你就考虑考虑嘛 哎 哎 她现在不是你心目中的二世子啦 哎 哎 那刚认识的时候 难免是有误会了 而且 她也就那个德性 我大人有大量啦 我就不跟她计较 哦 哎 过来啊 哎 刚刚啊 宁国公主有意任我当她的干女儿 哦 不怕你们笑话 如果要我当纳兰家的媳妇儿 我求之不得 哎 哎 我可是卢家的独生女 我爹 希望能招贤入赘 要纳兰公子入赘卢家 宁国公主肯吗 所以啊 我刚刚啊 半真半假地说了 我爹可能看好纳兰公子 要招她入赘 这宁国公主听了 好像也不是很反感啊 嗯 小玉啊 是吗 要不 你帮我去探探口风 看看她心意如何 我呀 嗯 这还用得着探口风吗 她都救了你两次了 肯定是很喜欢你呀 嗯嗯 是吗 对啊对啊 为了小玉着想 已经对宁国公主低声下气了 谁知道 她一直都在敷衍我 夫人 那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反正婚约之事 小玉也毫不知情 好在还有一个李军渝 夫人不是说过 同性不能同婚 罪集五族 会连累大家都遭殃的吗 我知道 霍王妃 她一直不让小玉 认祖归宗 加上紫差一案 她应该是不会把小玉的身世 接出来的 小玉在长安的姓氏 已经改为祸姓 应该也不会被捅出来的 至于龙溪的李家 接不接受小玉 那就不得而知了 夫人为了小姐 真是心力交瘁啊 现在只能走一步 不算一步 满一时过一时 一切 都要看小玉的造化了 真对不住 我来迟了 就是嘛 约了人家见面自己还迟到 还叫女孩子等你 你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 知道吗 以后 见面 对啊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要胸怀宽广 然后还得温柔体贴 这样才是家序人选 人家才会托付终身给你 懂吗 你 到底在说什么 我问你啊 我平时也不见你主动结识女子 是不是有心上人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何止啊 我还知道你这个义中人 狭义为怀 性情开朗 而且 你们两个还挺般配的哦 你怎么突然就变聪明了 我现在想的 是如何解决门第问题 还有怎样能情一两全 门第问题 你们俩不正是门当户队吗 等等 谁是你们 还有谁啊 你跟靖兰呢 什么 他是御史大夫家的千金 你是公主府的公子 不正是门当户队天作之和吗 我告诉你啊 其实啊 他对你很有好感的 如果你不好意思向他表白 我帮你传话 你也不用太感谢我 请我吃八百顿饭就够了 好不好 你不用嗜酒做歌机 所以转行当媒婆了是吗 媒婆 大家都是朋友 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嘛 我免得你们两个都不知道 对方的心意兜兜转转的浪费时间呢 你真知道我的心意吗 你真知道我在想什么 知道我的苦闷吗 谁要你一厢情愿的瞎撮合 你 你又对我那么凶干什么啊 你身边平时又没有其他的女子 那 那你一中人不是靖兰是谁啊 我说错了吗 是谁不用你管 我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笨蛋 你又骂我是笨蛋 那老冬 我警告你啊 你在这样 你狗咬吕冬兵不是好人心 我跟你绝交 都爱运绝 是你说的 你可别后悔 你 你 你气死吧 这个好吃 冬儿 你尝尝 娘亲有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说给孩儿听听 让孩儿也高兴一下 娘亲见过卢小姐了 卢靖兰 娘亲什么时候见的她 人家特地东门打谢 那天你却不在实在可惜 马氏那件事啊是小事一桩 孩儿那天刚好经过 帮她排解了秋分 我看卢小姐她爽朗大方 相貌出众 讨人喜欢 跟你倒是很般配 娘亲别开玩笑 你告诉娘亲 你觉得卢靖兰小姐怎么样 还可以 什么叫还可以啊 娘亲你也知道 我的意中人是霍小玉 卢小姐再好 孩儿又怎么会留意呢 可娘亲也记得你说过 对她的感情 还没有想清楚 如今你是想清楚了 即使是想清楚了 娘亲也告诉你 你一趁早断了 对霍小玉的心思 你们两个不会有结果的 楚王是皇帝的数字 就算你跟霍小玉有婚约 恐怕也难以跟她竞争 娘亲 你与纳兰斯瑞有何月约 你曾无意间透露出 孩儿与小玉又是就有婚约 是真的 你都猜到了 娘亲也不瞒你了 你们先下去吧 是 纳兰斯瑞 是你亲姑姑 你小的时候 和霍小玉 的确有过婚约 原来我记忆中的表妹 竟是小玉 我和纳兰斯瑞感情深厚 你父亲去世的早 你那时候又那么小 驸马府表面风光 其实无权无势 当时霍王府声势正龙 而小玉又是霍王府唯一的郡主 小玉真是霍王之女 那又如何 纳兰斯瑞是霍王的小妾 霍王战死 不久他们母女俩失踪 霍王妃随即宣布 郡主夭者 霍王府就此成了绝户 怎么会这样 没人知道当年霍王府 发生过什么事 就算娘亲也不明白 纳兰斯瑞根本就在长安 她却宁愿教女儿走上割击之路 也不来投奔我这个嫂子 这又是为什么 所以娘亲才会反对 你说得不错 如今霍小玉的身份尴尬 如果揭穿她皇族的血脉 众粮已孤沦落风尘 纳兰斯瑞和霍王府一家 都会被皇上怪罪 皇上脸上无光 她又怎么会同意这名亲事 倘若不揭穿 霍小玉她是个长安歌姬 她又怎么和你成婚呢 如果霍小玉 不计名分愿意作响 你们还可以在一起 否则 你们两个人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些事 小玉都不知道 我宁愿她简简单单 做一领隔肌 开开心心跟俊鱼在一起 也不要她知晓顺事后 我被指指点点 卷入吴秀芝的烦恼痛苦中 喝醉了 又吐 去把她弄在家里去 快快 这么晚了不方便吧 夫人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不高兴的 那你去弄点解酒汤来 臭死了 你不要吐 不要吐在我家楼梯上啊 快起来 你怎么 纳兰东 你 你是不是快死了 死了 谁死了 胡说八道 你是醉了 小姐 你哪位啊 你醉得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是霍小玉啊 你是不是侠客 侠客不是很能喝的吗 怎么喝一点点酒就醉倒在大街上啊 难看死了四眼八叉的 你管我干嘛 你管你的居宇好了 谁要管你啊 自以为了不起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主头 我才不想管你呢 什么 我记下来了 你说跟我绝交吧 恩断欲绝是吧 对啊 怎么样 好 你不管我 我也不管你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陌路人 陌路人就陌路人嘛 怎么了 你后悔了啊 不是你叫我不要后悔的吗 自己还后悔不要脸 哼 我有什么后悔的 都说了我们之前是陌路人 那本公子现在轻薄一个小小的割肌 也没什么大事 讲的没 啊 干什么啊 啊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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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今天那蓝公子喝醉了 到底怎么了后来 我不想说 哎呀你就告诉我嘛 哎呀换纱 你不要再问了 我不想说 哎 哎呀我们别说他了 可悦 聊点别的吧 你先进去 我有话问你们家小姐 哎 哎 哎 你有什么事好好说吗 拉我干嘛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 我躲你干什么 我又不是干坏事的人 我做什么坏事了吗 你自己做我什么事你不知道了 前天我只记得我喝醉了 迷迷糊糊就到了你家门口 但之后发生什么事 我全忘了 你不会喝酒就不要喝嘛 那晚 冒犯你了吗 你胡说什么 我那天心情不好 喝了太多酒 如果真有冒犯 我给你赔个不是吧 赔不是有什么用啊 这种事 不跟你讲了 对对对 你就是大胆冒犯我了 你那酒醉不行的样子 我照顾你多久 你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咬我 我记得你狠狠地咬了我一口 你看 牙齿印还在呢 不 因为 因为不咬都咬了 你想怎么样吗 很简单 那我们就各自收回 那天在许江池畔 说得气话 行吗 那我有个条件 什么 你以后不许再喝酒 来要借酒 不然你再喝醉了 我再也不管你了 拿好了啊 朱公子要我们前来 有什么事啊 致敬 华侠 你也出去点菜吧 是 抹月 到底是什么要紧事吗 事不相瞒 是朱雄遇上了麻烦 杨延借口朱雄 回到卢隆后 会拥兵自主 最近 一直在暗中 让卢齐派人看守朱雄 严禁他离开长安 留在上都 确实可以多跟末月姑娘相聚 但是 如果我一直不回去 河西方面的节度是 一定会蠢蠢欲动 用力舍地朱涛继任 到时他们二人联手 定会对大唐边境造成隐忧 扬言自以为聪明 实在是弄巧成竹 你既然知道后果严重 为什么不入宫面圣 说清楚利害关系 请皇上下旨 让朱公子回去呢 没有用的 否则我早已得到皇上的封赏 又岂会到现在 还滞留长安呢 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办法 安排朱雄离开 可惜上都各处城门 关卡严密 想要离开实在不容易 我明白朱公子的难处了 看我干嘛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歌姬 能帮得上什么忙 我和朱兄反复地研究过 认为借水顿逃 成功的几率最高 现在我们就是缺少一个人证 而且我们想到的最佳人选 就是你的好友 你说的那个人证就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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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游在笑容 定不负假思念